我是生花跟队记者丁孟杰 现在生花在海口的东迅时间已经过半了 不过截止到目前也就是1月19日 球队方面还没有官宣任何新元的加盟 其实这和足协新政当中的现新令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关系的 而不光是生花 其实大多数中超球队在这个冬季转会市场上都基本按兵不动 那么足协新政当中的现新令虽然是得到了投资人的大力支持 能够让投资回归理性 但是另外一方面无疑也是增加了影员的难度 尤其是对于那些有亚冠任务 并且有着强烈的阵容补强需求的球队来说 所以在此情况之下 球员到队去进行视讯 与此同时展开球员引进的谈判 也就成为了今年冬季转会窗口上 大多数中超球队所采用的全新的模式 就像是上海绿地生花 本周是由门将温志祥 外援帕帕多普洛斯相继到队 在此进行视讯来接受教练组的考察 那么他们目前能否最终留队 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变数的 而作为视讯球员将要面临的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 就是随时面临可能被淘汰出局的命运 就在近日啊 其实也有新的内援 新的外援抵达海口和球队会合 在此进行视讯 而与此同时据我们了解到啊 其实生花对于其他目标球员的引进谈判 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 和倒对视讯有所不同的是 这些正在进行谈判的球员当中 有部分球员是无需视讯 一旦谈判顺利就很可能直接加门球队的球员 所以啊也并不排除未来几天内 人会有新面孔出现在生花海口东讯大本营的可能性 目前情况下 那些视讯球员能否最终留下暂不确定 而那些正在谈判中的球员能否最终到来也并不确定 但是就是在此情况下 生花对内的竞争的氛围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激烈了 四名国傲小将目前已经抵达海口和球队会合 再加上之后也要倒对会合的裹脚曹英定啊 届时参加球队合练的人数很有可能是超过35人 所以教练组势必会在这几天就开始对现有阵容去进行筛选 以完成瘦身 而在21日也就是两天之后 生花将迎来此次海口东讯的第一场热身赛 对手是同样在此进行东讯的中超球队和北华夏幸福 这场比赛当中大部分随队进行东讯的球员应该都能够获得上场的机会 以接受教练组的考察 而在这第一场比赛过后啊 在主教练崔康熙的心中应该对新赛级的阵容有一个初步的清晰的答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